早安 大家好 我們是BY2 不是BY露 我們又來了 但是我們來過康熙之後 大家很喜歡我們喔 可是我們不夠紅 我們還要更紅 我們要換一個團名 怎麼換 像比如說像韓國G-Dragon 前面會加一個英文字 所以我們就是 是G-BY2 妹妹 這個不好聽啦 不癢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取一個 比較有親和力的名字 像以前有一個節目很紅 叫做超級吸引天SUPER 所以我們應該要叫做 這個好聽... 我跟你講 我們是最有默契的雙胞胎 我們彼此都有心電感應 只要我在想什麼的時候 姐姐就會做什麼 這樣講 大家不會相信的 好 那我來試試看 好 姐妹在想什麼 姐姐...不是 我不是想擠娃娃在大便 那你是想... 我在想上司在大便了啦 康永哥在大便 S姐在大便 好... 好了啦 姐姐 好... 妹妹 你怎麼記想這些 不營養的東西了 對不起... 不行... 但是我們也是很有默契 我們除了彼此心電感應之外 我們可以感應現場所有的人 都想要看到誰在大便喔 真的嗎 要不然我們1 2 3 一起把它呈現出來好了 1 2 3 妳好 姐姐 這個... 這樣亂大 這樣有國旗嗎 太多了 但是我已經在透了還要大 我整個大歪了 對啊 大歪了怎麼製作康熙來了 這節目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看到的 謝謝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會不會太內部 有點內部 因為只有我們大家覺得很棒耶 是我們的製作人B2哥 那節目的觀眾可能不了解 長期看的人應該懂啦 忠實粉絲他會了解 不過by the way我會告你 OK... 你要打電話告我嗎 我請律師姬那個存在訓函 他們一開始有這樣子 別的雙人組 今天表演會不會氣勢大弱 可是我看資料有很多對 說自己很厲害耶 真的耶 我們今天邀請了六組的雙人組 包括這個奇怪的雙人組 來我們的現場 歡迎各位 首先呢 他們就說 他們因為接受了這個訓練之後 口才變得很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來康熙都對我們很客氣 就是不太願意跟我們頂嘴 對不對 所以浩角 你們覺得晚輩們是 因為怕前輩碎才 會啊 我們來也是 真的嗎 可是不是要頂嘴才 比較容易被受矚目嗎 可是說實在 這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當初我們在瓜哥旁邊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句話都不敢講 後來就敢吐槽他 可是其實瓜哥會講啊 說你是適時的做一些吐槽 是OK的 慢慢熟悉才行 你們也可以吐槽我們沒關係啊 我們有什麼值得你們吐槽的地方 沒有啊 現在都很正常啊 所以等一下抓機會是不是 可是最近他們兩個的廣告比你多 我想沒有 沒有啦 不是最近已經很久一段時間 來了... 馬上來了... 馬上來了... 你沒有看到浩角的廣告 就在想說 怎麼他們又有代言了嗎 我想他們應該是 片酬非常低吧 對 可能會形象比較好一點 沒有 他排他兩個人 是手形象不好嗎 我哪一個形象不好 你覺得 不是啦 那意思是說 就是說現在有被廠商挑選中拍廣告 都是形象好的 我們都是好的啦 對... 然後今天你看到另外幾組的 雙人組的時候 你們有想要規勸他們說 這條路好走還是... 不會 我覺得 兩個人這組團 這力量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喔 也不一定啦 互相抵觸 好啊 我想講 真的很難學 你們兩個應該是互相抵觸得 很嚴重吧 有那麼一點 我們過信是真的非常的抵觸耶 所以你們會給雙人組的 第一個建議就是說 不要想要做朋友對不對 只要工作表現好就好 你做朋友的話 朋友一定會有高潮跟低潮 那你如果朋友之間 感情變薄弱的時候 會影響到你們之間的合作 聽說大愷跟阿飛 你們這一組 組名是叫做... 大家好 我是阿飛 我是大愷 我們是豹腳翔齊 不是啦 只是一個方向好不好 兩個都瘦的嘛 不得啦 黑白這樣... 黑白大愷穿就對了 不要... 這個比較像...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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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清楚 康永哥跟大愷 可以組成康愷二人組 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很弱 所以你們是什麼組 講真的... 我們兩個都瘦的 不要講錯了 我是阿飛 我是大愷 我們是K與豆 不是啦 不是啦 K與豆 K與納豆嗎 對啊 一樣的哏 你們要玩幾次 不要玩... 不要玩... 真的不要玩了... 真的不要玩了... 貴組合叫做... 我們叫... 然後... 之所以第一個請你們講話 是因為聽說你們兩個吵架了 這還是新聞嗎 我們兩個昨天... 不是為了... 像康熙有一個人受邀 有一個沒受邀而吵架嗎 對啊 你有沒有知道 那個真的醜嗎 不是 因為那一次的那個主題 很尷尬 他在講說外景主持人 那那個節目其實是我跟阿飛 一起組合 不是 我說你完全沒有提到 你有搭檔 我有聽喔 我整集都有看 他就講一句而已喔 他就說我有跟我一個搭檔 主持... 就這樣而已 然後就完全沒有 沒有... 我本來沒有很生氣 看我做我更生氣 我要澄清一下 因為那天S姐有問我說 你是不是有搭檔 我說對 我有搭檔 他說誰 我說阿飛 他說他有名嗎 我說他算有一點知名 然後整段都被剪掉了 然後結果隔了大概三天 我去錄影 然後剛好碰到他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去錄康熙 他是認真問 他非常認真 而且他問的當下 我真的認住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有錄康熙 我說對啊 他說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對啊 怎麼沒有告知了 對啊 不是 對不對 我也是這麼想 你知道這件事情 生氣的點就是 等一下 前輩意思說 如果你只有一人受邀 要告知另外一人嗎 不是 如果我只有一人受邀的話 我就不會去了 對 以前我們是就不會去了 真的 領導了沒有 因為團體就是團體 你們講 你們現在不是在鬧嗎 沒有 我現在是講真的 可是你們大集合 你們也沒有在一起啊 不是 那是不一樣的 你們講的那是不一樣的 那是兩回事 我後來有問我經紀人 我說我應該要跟阿菲講嗎 有沒有... 經紀人心態... 那經紀人怎麼回答你 然後我經紀人就說 沒有 不用講啊 你上通告你幹嘛跟阿菲講 比如說我今天要吃晚飯 我需要跟阿菲講 不用啊 不是 你受邀的話 是我們一起主持的節目 你知道嗎 不是 他們聊的主題型 你如果是一個人來聊你的 怎麼樣變胖的事 你就不需要跟阿菲講 可是你來聊你們兩個 一起主持節目的事 沒有...你們那一集的節目名稱 是外景節目 我們節目有... 我們節目有做過 請來賓來聊他怎麼變胖的過程 好像胖瘦的問題有聊過幾次 會不會太悲傷啊 怎麼變胖 所以你們兩個現在是假裝和好 來參加抗屎 我們其實平常不聯絡 是因為那件事之後更不聯絡嗎 應該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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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可接受嘛 平常不是朋友 這沒關係 我們已經這樣十年的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朋友 所以我們不會有感情變不好 這件事 大家維持專業就好 大家就是來的時候工作 然後決不聊私事嗎 聊私事就是說 我跟經紀人在聊的時候 他聽到了 然後我跟經紀人聊的時候 他聽到了 所以彼此會知道一點私事 只是側面聽到你們側面聊 那需要參與對方生活到比方說 過生日 然後結婚這些部分 要故意表達出異於常人的感情嗎 倒是結婚 因為過生日每年都在過 但結婚不會每年都在結 是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結婚的時候 有互相幫忙了一下 所以你們生日的時候 他們都會送彼此生日禮物 那我可能 不可能 可是我們會喔 我們是會的 可是你們不是朋友嗎 對啊 我們是最近才比較講 大概一年的時間吧 一年很久耶 就是都不聯絡啊 所以今天相見有尷尬嗎 對 好尷尬喔 而且我練習就尷尬了好不好 不是 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是我剛買房子 然後我約阿飛來我家完 大概八次喔 我每一次都打換 他都不來 而且我很認真的問過 你已經買房子了 你靠什麼... 你是靠著在廣告裡面 模仿很多不是你的人嗎 對啊... 模仿賽 就買房子了嗎 是啊 在哪裡 地區在哪裡 對 買在哪裡啊 買在松江南京東路 好漂亮喔 是捷運吧 天啊 那個捷運出口走到他家門口 我不用30秒了 這一瓶又破百了耶 一瓶... 那大愷你是這一群新人裡面 最快累積財富 我跟他拍同一支廣告 沒有啦...因為我... 我就是遲早要買 還不如早一點買 你是自己出的錢嗎 我自己有出一... 那你就不要管跟阿飛吵架 你就把它拋開啦 你現在完全獨立了 沒有...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我還是希望 我們其實昨天有聊到... 真的... 所以要彩排 我就說好...那就去你家彩排 對 不然他都一直說 因為我不去 我就利用彩排這個機會去大家 所以去參觀他豪宅嗎 等一下表演會 讓觀眾看得出來尷尬嗎 我們盡量不要讓那個尷尬被發現 不應該...不應該要讓觀眾 感覺到任何的 不可以 上去就是完全賺心 就算同一出戲的演員吵架 還是要好好演戲啊 你們兩個有吵完架 立刻上台表演嗎 沒有吵架 我們不會吵架 幾乎沒有吵架 所以你們也只是保持冷淡的關係 你們不會就淡淡的這樣 小孩的滿月酒需要去嗎 有喔 還真的有 而且... 好像有小孩以後 會比較有人性的 對 真的會這樣 然後而且我女兒抓揍的時候 是抓到他 那是什麼 抓到他 他是周之一是不是 沒有 他就在旁邊抱著他女兒 然後我女兒在抓揍 就跑過去抓他 後來我跟我女兒關係就不好 所以你女兒將來要跟他在一起嗎 不可能 這是髒話 你周回的這些 我覺得想起來還滿好 是一個很好的劇情故事 非常非常 費倫凱超幽默的演出 全場來賓小班 你們想要第一組上 還是最後一組上 第一組 拚了啦 第一組 好 費倫凱上了 壞人 爆上明來 我們說爆上明來有這麼好笑嗎 你想知道的事情 你得先問過我的賤 可惡靈 賤啊 不好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喔 其實兩個人團體 就像情侶一樣 你們其實一定要很多事情 要彼此知道 互相的美感在哪裡 然後你們要有未來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有未來 你們常常這樣吵吵鬧鬧 然後一直下去 他們的個性就是這樣 不會有未來 他想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正常約好 就是他們兩位等下上去表演 表演完之後 我們在座大家一起決定 他們需不需要繼續在一起 好主意... 好主意... 對啊 他們都時間在研究這個 對不對 你們要拿出最後一箔的態度來 我覺得阿飛的問題是 是他太小心眼了 我覺得不是 那是團體之間相處的一個美感 可是阿翔 你覺得你也很... 我是浩蕾 他有說... 他這個很小心眼了耶 開玩笑的 對 這樣子跟阿翔有什麼關係吧 是嗎 大S 我這一次再原諒你一次 你是不是這樣好不好 我來化解做尷尬 你把這名牌別上去比較好 我名牌講說嘛 你大頭這樣好不好 對 名牌 對 為了真正化解 你幫我別一下 阿翔啦 以後別上去 所以請問菲倫凱 你們想要第一組上 還是最後一組上 第一組 拚了啦 拚了... 第一組 OK 好 菲倫凱上了 大家好 我是洪晉寶 他是我師弟 大家好 大侯 游海援火 為了生活我可以人 但是無助中國武術不行 大侠愛吃漢堡包 雷不是大侠 吃香蕉 這是香蕉 這是香蕉嗎 在台灣它叫香蕉 是的 今天我們師兄弟兩個來 重點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低成本武俠電影 那我很會打啦 但是觀眾不曉得 我出拳力道有多大 所以呢 我們在出拳之前呢 我們就會先灑一些這個粉 在手上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粉 這粉不是普通的粉 這個粉是被子粉 它是武術專用的被子粉 那重點是呢 等一下 音效跟著走 三二一隻 我打得他滿臉都是煙 觀眾就覺得拳很厲害了 準備好了 哈囉 1 2 3 走 好強喔 你搞什麼東西 我打一拳 你配三拳的聲音 還好他有帥的 我問觀眾我假打 來 師兄 你別生氣 我幫你介紹啊 這個低成本的武俠電影呢 還有一個重點 是通常會有一個演好人 一個演壞人 兩個人在對打之前 通常都會先 會爆上名號 壞人 爆上名來 笑屁啊 你要不要講名字 沒戲啦 我說爆上名來 有這麼好笑嗎 你想知道我是誰 你得先問過我的賤 可惡你 賤啊 不好意思 要講名字 不是這個意思 看來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你亡 來吧 喂 你幹什麼 我們在對決了 放什麼恰恰哥 你少囉嗦 恰恰哥讓你逃過威傑 現在來受死吧 可惡 來吧 有飛碟 老套騙不了我的 有飛碟電台 飛碟電台 怎麼會在解你啊 受死吧 可惡彼此 拔起來... 不是在拍時鐘劍拿起來 可惡看我的大絕招 這什麼招 這是低成本武侠電影的 最高境界 點穴 好熱啊 你點了我什麼穴 怎麼那麼熱啊 我點了你的 可惡 看我點你的穴 我這... 好癢啊... 你點了我什麼穴 我點了你的 可惡你...你不是人 你是蜘蛛 你再說一次 你是蜘蛛 你再說一次 你是蜘蛛 沒錯 我就是蜘蛛人 喂 哇 哎唷 今天晚上是我的朋友 怎麼不叫兩聲耐聽聽 我為什麼要叫兩聲 因為蜘蛛必叫 謝謝大家 好多點喔 和好啦 和好啦 很好的表演 好漂亮喔 當然要很好啊 好表演... 這麼有默契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好表演 把我當什麼 來... 你們不要倒一下 所以剛才這一組表演上來 你們覺得應該要繼續對不對 我覺得很精采 因為他們的節奏掌握太棒了 對啊 他們的表現 那個表情非常豐沛耶 真的 生命力 好 這是我們能夠做唯一建議 我們不能干涉你們的私生活 謝謝 其他組看起來都是好人嗎 對 我還滿期待大寶跟惡魔會怎麼樣的 會超越前面那一組嗎 壓力好大喔 類型不太一樣 請問雙人組可以有一個不好笑嗎 那我們也這樣十年了 你在講什麼 沒有說你是要傳染 我問...我問你了 你在講什麼 你要好好講 我們兩個一起好笑十年了 對啦 剛剛我哥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他 OK 應該是可以啦 余鳳星夜裡面出來的組合 是 那貴公司還有別的組合嗎 有 我們還有好幾個組合 所以你們是一個很大的 與諧星集合的公司嗎 我們...對 這是一個劇團啦 一個搞笑的劇團 平常有在某處固定演出嗎 我們最近都在 西門町的紅樓劇場 你們演出的時候都會爆滿嗎 還OK啦 也沒有到爆滿 所以請問是... 然後你就是... 假天使 我只是都沒有連繩的東西 好厲害喔 請問這種票一張大概... 是比看電影便宜還是貴 比看電影貴一點 貴一點 的話可能四五百塊有差不多 然後有付什麼別的東西嗎 我跟無尊去表演的地方的話 一場票可能就是350元 然後含100元的餐飲 有吃的喔 有吃的 有的地方 因為紅樓的地方 你只能買一點零食這樣 350還有餐 對 付100元這樣 可以抵100塊 你們表演的時候 底下人在吃東西是沒關係 沒關係啊 他們那個整個... 例如說他可以喝酒 喝酒的時候你講什麼 他都小故事 這個是不專業啊 就是靠著酒精在說的 這有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們不是那一家余蹦的是不是 我們之前也在那邊表演 所以余蹦在你們喜劇界 是有名的嗎 是 很有名的 這主師也的一個狀況 真的 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兩位的表演 你們都看過嗎 看過... 是厲害的嗎 我只要他一開賣我就去搶 但是馬上都被搶光 我都是撿人家說 臨時不想去看 然後撿那種票 一張兩張 真的喔 那你是衝著他們這一組 還是說衝著各種表演 各種表演 因為他們... 他們余蹦之夜 大部分是講漫才 然後在我們表演那地方 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對...很多形式 漫才可以解釋一下嗎 漫才 我覺得讓我們專業人來講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講話比較快速的相聲 只是它會從日本過來的 然後因為中國的相聲 就會比較有自視化的部分 那漫才呢 就是一種比較自由的 比較屬於年輕人的狀態 對 就我們裝包袱跟抖包袱的 樣式不太一樣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位 除了有余蹦的這個名號之外 你們本身是有一個雙人組的名字吧 對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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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寶 OK 好 D&D請上場 大家好 我是大寶 我是惡魔 我們是D&D 現代人呢 大家放假的時候很喜歡相約 一起去唱KTV嘛 不過有在包廂會遇到那種 不是很熟的朋友 對 常會有那種遇到朋友 約朋友的朋友 一起來唱歌這種嗎 這時候進去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為什麼要小心一點啊 就像這樣 就... 不好意思... 大家繼續唱...去唱歌 我說小潔的朋友啊 因為認識的朋友還沒來啊 所以一剛開始進去包廂的時候 有點尷尬嘛 這時候講些熱烈的話題 炒熱現場氣氛 先跟大家混熟嗎 好 大家...聽我這邊...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喔 等一下 走錯包廂 你幹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 通常都會有這種狀況嘛 對啦 去唱歌的時候偶爾是會走錯包廂 沒錯 但你看清楚包廂號碼就進去嘛 去唱KTV 重點應該是進去包廂之後發生的事情吧 不過進去包廂之後 那些一直拿著麥克風的傢伙 很討厭啊 對 去唱KTV的時候 最討厭的就是那種 一直拿著麥克風 以為自己在開演唱會的那種人啊 不過那些沒有拿著麥克風的傢伙 也很討厭啊 等一下 沒有拿著麥克風也很討厭 今天是什麼情況啊 這有點難解釋 要不然你唱一下歌 我示範給你看 我唱歌嗎 來 清清請 好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不知道 如果真的在乎 沒有 真會讓木槿 吵死了 有這種人在旁邊 那我怎麼唱得下去啊 要不然還有另外一種狀況 還有另外一種狀況是怎樣 你再唱一次 我還要再唱一次 去...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 你是不是在乎我 哭得太慘了吧 這樣我根本唱不下去啊 通常也會有這種狀況吧 也是啦 有時候大家朋友失戀喔 也會約一約一起去唱KTV嘛 這時候唱嗨歌 吵樂現場氣氛 對 對 讓失戀的朋友 打起精神來啊 各位觀眾朋友 準備好了嗎 好了 五 六 七 八 如果愛有明天 快醒不起來啊 接下來我們是第一 好密諾喔 謝謝 第二位 阿Q耗著搶當難優 現場有毒味證 阿Q很像 難優 是不是像難優 有點... 他比較像吧 他有像... 他有像... 他有像 他有像 那個照片已經在這裡了有沒有 來... 他上一下... 他有像... 真的嗎 你接一會兒 也沒有過去啊 怎麼比陳愛妮有才華這麼多 真的耶 速度好快喔 講話好流利喔 而且很有哏耶 他們節奏很好 默契很好 因為我現在不三秒 不然... 我中一個人在處理這些 剛剛講的都是 平常大家生活有共鳴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生活啊 喂 你們都不會大便嗎 對啊 我覺得你應該... 你應該把去賓館的 做成一個題材啊 因為你大便你只能量秒就沒了 他們是可以這樣換來換句子 下次來想一想 去賓館怎麼大便 好... 對喔 你要加入台詞啦 OK... 所以請問買票的人一般進去之後 看到你們上台 這樣的段落會聽到幾段 這樣的段落我們通常一個表演 會是大概90分鐘 大概會有八段 然後除了這樣子的表演之外 我們也會有短劇的部分 會有直接是... 90分鐘都是你們兩個人 沒有啦... 我們有很多組合 你太累了吧 90分鐘 你猜得出大寶幾歲嗎 因為他...你看起來很... 年紀很小 可是講話我覺得 好像很勇敢的樣子耶 我覺得至少32 29 你怎麼看起來像高中生一樣 謝謝... 去哪裡啊... 回來了 我說精神狀態 我們知道 走到你心裡的發覺 太成熟了 你29了 29算成熟了吧 然後請問你從幾歲 開始做這件事 五年前是幾歲 20... 然後就是專業做這個表演嗎 一直... 你一個月只演一次 這樣收入OK嗎 不OK還做這麼久 有 所以有夢想是希望成為 電視上面的人嗎 都有 其實都... 電視上面的人的意思 像我們這樣講嗎 對... 就是希望成為電視上面的人 其實是想要讓更多人 知道我們這件事情 然後不是在現場看我們 或是在電視上面看我們 他們這樣上台去站著 就要面對一屋子陌生人耶 然後萬一他們不笑呢 我們以前一開始號角翔起 也是在那個羽人碼頭 的一個得封會館 餐廳裡面 然後也是這樣子的表演 然後兩個人撐50分鐘 你走上去的時候 大家是抱著什麼眼神 看你們 重點我們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 對 壓力沒那麼多 我們面對的客人 大概是一桌兩桌這樣而已 壓力沒有 然後很快的喔 很快餐廳就收了 他一開始是找我一個人 然後後來我找他一起來 一個人怎麼撐啊 非常難撐 一個人要聊什麼 很快 你就是一直講笑話嗎 講笑話 然後也唱歌 你可不可以稍微示範一段 你當時做的表演是長什麼樣子 就大家好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模仿一個 類似原住民的 OK 對 所以你上台就大家好 然後呢 我是Laccus Laccus 又來了耶 然後就唱主題曲 O Haiya Naiya Ho Haiya Hey yo Hey yo Hey yo 然後我們再吃德國菜 對 然後就唱主題曲 接下來 Patrick跟阿Q 你們是一個組嗎 我們一直都是一個組 你們一直都是一個組 可是也曾經有Patrick來 你沒來的啊 但他也第一時間跟我講 我跟他講 這很重要 這太重要了 你應該... 你應該... 應該... 應該的啦 因為他會講 大概你就認錯一次 就試著當人錯 我沒有小心眼 在前面兩組完之後 還有等式表演嗎 可以啦 可以試試看 對喔 因為Patrick還滿會耍寶的 我也可以啊 他有朝生的 他Q很像日本的色情片的影片 南優 是不是像南優 對 他有像嗎 他有那個氣質 他比較像吧 他... 他... 他有...他有拍 他有拍耶 你有拍一遍 現在照片已經在這裡了有沒有 來...幫他上一下那張 他有拍耶 真的好... 對啦 經理模一樣嘛 浩子也沒有工具啊 好啦 放盪兄弟上台了嗎 好 大家好 我們是... 放盪兄弟 我是派翠克Patrick 我是阿Q 阿Q 太好啦 等等就是... PARTY啊 可是... 我們兩個穿這樣... 好可愛 太普通會被人家笑 那該怎麼辦 不用擔心喔 好多衣服喔 是不是 我跟你講喔 等一下啊 就是我幫你 我幫你 你幫我 你幫我 我在幫他... 他在幫他... 他在幫我... 哪來那麼多人 就我們兩個 就兩個喔 就我們兩個 對不起... 這是個PARTY啊 換裝 槍一 你算背心... 我算背心嗎 那你戴假髮 我看GD 不要...這個比較適合 這個好... 對... 對... 我跟你講等一下去PARTY 就是我們兩個的局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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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要唱歌 老師 音樂不用謝謝 老師音樂謝謝 謝謝 我不管站著坐著 躺著躺著 躺著就要快樂 這音樂總是... 總是... 總是快要漏了 不管了 不想要不想要不想要 不要不要快樂 相信的人別請慢歌 謝謝大家 我是五月天的星星 謝謝 我們住民啊 我們第一次來康星 就是表演阿信跟阿翔 好不容易又來 他以為我們沒有別的魔法 做個笑不行 這整個PARTY啊 換裝 我覺得你穿什麼都不好看 你脫掉抽一下 你說我 那你脫掉 你也不好看嗎 那你脫掉 脫...脫就脫 脫掉 是 脫掉 脫掉 我不是要貪掉嗎 我很想要貪掉嗎 好奇怪喔 謝謝大家 我們是放大兄弟 很多觀眾會很陌生嗎 從第二段開始 我就一頭五尺 這要實施一點 這會不會太動漫啊 這段算成功嗎 其實我看過他們的表演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都是年輕人 那一場他們High翻了 對 而且他們一出來他們就懂了 因為最後演巨人那個應該是 很多人會很高興的 對 那有看的人就很... 族群啦 他是什麼族群啊 所以剛剛那是舊劇本嗎 不會 滿新的... 新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它中間有拉掉一段了 所以算比較少了 算新的 對 沒有... 你之前是不是有更好 沒有... 沒有... 因為... 這麼年輕的團體拿舊劇本來互動 對啊 不是...我們也是聽阿翔老師 那時候給我們的建議 我們那時候表演完 然後大家好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今天表演得不錯 然後我們就說 他們就說沒有看過我們表演這個 我們說謝謝... 他說再多表演幾次沒關係 因為你們太不紅了 沒有人知道 就是他允許我們支持 所以是前輩給你們的指示 對... 就多弄幾次弄完 然後有人記住你在說 對啊 對啊 沒錯啊 但是... 問題是第二次又沒有空靠 就這麼高一點 11.7目中無人 小偉蛇當場潑水洩分 11.7 11.7 好 上台吧 不要難過 下一個會更好好不好 下一個會更好 下一個會更好 下一個... 看到下一個了 看我把你收活 欸... 不要這樣... 你敢過來... 你敢過來... 人家有老公跟女兒的不要過去 女兒是不願意養的 不要用養的 不要用養的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所以這算成功嗎 其實我看過他們的表演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都是年輕人 那一場他們High翻 因為最後演巨人那個應該是 很多人會很高興的 近期的巨人 那有看的人就很... 族群啊 看是什麼族群啊 所以剛剛那個舊劇本嗎 不會 滿新的... 新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 他中間有拉掉一段了 所以算...比較少了 算新的 對 沒有... 這節目有更好嗎 我們很辛苦 沒有... 我們也是聽阿翔老師 那時候跟我們做 給我們的建議 我們拿到表演完 然後大家好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今天表演得不錯 他們就都沒有看過我們 表演這個 我們說謝謝... 他說再多表演幾次沒關係 因為你們太不紅了 沒有人知道 所以是前輩給你們的指示 對啦 就多弄幾次弄 要有人記住你再說 但是... 有問題是第二次又被我碰到 我有點擔心他們可能 放蕩兄弟的名號 今天還是打不出去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大給他們那一組 因為前面兩組有點擋到他們了 可是我覺得他模仿阿信實在是太好笑了 是 所以妳鼓勵他單飛嗎 很好耶 我會很願意再多看幾次他模仿阿信 做不同的事 那阿Q你就會看不在眼裡 我會別的啊 我有一個絕學 厲害... 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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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假的啊 但先不要太長 因為我要... 那個邏輯是假的 那個邏輯是我順著要記得 我才有辦法倒出來 他是一個TEMPO的問題 我們的節目叫做康熙來了 倫萊希康做一張木杰的盟我 對 你出一題給他倒著唸 出一題難一點呢 蔡康的說話之道二 二道之話說的永康菜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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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年一定要吃三餐大便 這可以融入你們的表演當中啊 很難辦 是很酷耶 所以剛剛那個已經讓大家很困惑了 他就加入這個 觀眾朋友更困惑 他們這個表演 是一個很容易讓大家分心的表演 我們現在就在想說 是什麼 在幹嘛啊 然後什麼事情這一類的 你們兩位我們都認得 你們是一個組嗎 我們在組合叫做117 對... 幹嘛咧 就是其實跟那個大寶惡魔一樣 是講慢財的一個團體 是剛組成的團體是不是 不是剛組成 我們大概也是 3月開始就已經有這樣一個團體 誰找誰的 那就是剛組成 對... 你幹嘛嘴硬啊 我們剛剛有點貴 我們一開始組合的時候沒有團名 然後到後面才有一個117這樣 所以117有什麼意思嗎 就是因為那時候參加超級魔王大道 我是第7名 然後他是第11名 所以就117相當級 就是兩個名字很後面的人 所以有朋友們更後面了 有朋友更後面 因為我沒有名字了 人家起碼沒有標榜 他們的名字很後面 11名就沒有那台名了好不好 11還要不排 不是 你如果要搭搭 你為什麼不找12名來跟你搭呢 對 誰去找誰 我找吳哥 他在找我 對 其實之前 因為他會去看 就是他們其他人的表演嘛 像是魚蹦啊 然後他就會找我一起去 然後就會說 所以他的台詞是說 你看連他們那樣都可以 我們那樣也可以 不是...他怎麼會這樣 對 他是這樣講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們的這樣的形式很新穎 然後在台灣的演藝圈 也很少人把它真的 帶到電視上面來封面 所以直到近年呢 所以才慢慢有 那我覺得無尊 如果我們兩個 可以弄出個什麼搞頭來的話 我們這是算台灣演藝圈 定位上的很前面的一個 對 我們也可以買房子 對 我們買房子 你們前面就有浩角 你們算什麼定位很前面 不是 浩角想起 是另外一種的形式 不同風格 你們是跟他們不一樣的嗎 等一下 我覺得是藍海策略 跟浩角不一樣 但是跟... 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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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大寶惡魔有點像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好學生個性 真的 真的 我覺得真的 真的 說足太多了 所以你是說浩角想起的表演 已經是舊時代的表演是不是 不是... 舊也有舊的 第九明星 你們是雲端科技嗎 對 我們講的東西可能形式上面 或者是內容上面 就把它跟時事有點連結 對 比較不一樣 人家剛剛太陽花跟香蕉也有連結啊 不是 我們也可能跟現場的人有互動 是喔 S不喜歡跟現場的人互動 真的嗎 你們等一下不要來煩我 我相信 我們也要配合 做什麼魔術的嘉賓那類的 不會... 不會... 所以是117對不對 117 好 上台吧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豪平 我是無尊 我們是117 最近發現無尊你皮膚變黑了 你幹什麼去啊 我前陣子單車環島回來啊 曬得太多太陽 曬黑了 不是 因為一直累殘 全身都淤青了 你淤的也太均勻了吧 環島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你知道 而且我們騎腳踏車 是腳踏實際在騎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那什麼... 什麼號角響起啊 他們去陸外景都坐遊覽車 坐飛機啊 吹冷氣啊 遮風避雨啊 聊得跟什麼一樣 莫不其妙 他們在現場啊 他們在現場 對啊 就說你們啦 坐遊覽車 遮風避雨的夢識啊 不是講 直接看他們嗆聲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很喜歡那個號角講起啊 你嘴臉變太快了啦 好了 今天其實我來 是跟大家分享 我單車環島的經驗談 要跟大家講 怎麼成為單車環島達人 是的 沒有錯了 我跟你講 在出發之前 有幾件事情 是必須要好好準備的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我今天剛好帶了 我環島的必需品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看起來可靠多了 環島一定要帶這個 寶貝球 對啊 因為那路上可能會遇到神奇寶貝 才不會遇到神奇寶貝 不可能 出現了 撞去霹靂露地走路 兩炮捷尼龜 不要指頭我講啦 讓我收服你 抓到了 捷尼龜 恭喜... 糟糕 怎麼了 抓到一部分 哪一部分 捷尼龜頭 髒死了 噁心 下流 對 出門在外是難免的 是...可能會遇到搶匪啊 這麼刺激 不要動 不會吧 來跟大家講怎麼應對 好... 不要動 不要脫 把錢交出來 我沒錢啊 不管了 把錢交出來 請問刷改是附線的 我有一張回答 沒什麼錢啊 身上有多少錢就交出來 我只有帶兩千萬 怎麼會有帶兩千萬來環島啊 隊友的保險機已經匯進來了 你真的下手了嗎 會增少了好幾個隊友 太恐怖了吧 這是多危險的旅程啊 所以要好好珍惜 跟隊友相處的時光啊 我一說要相處 我就覺得很難過 是 我在環島的時候 跟我前女友分手了 不要難過了 下一個會更好好不好 下一個會更好 下一個會更好 下一個 看到下一個了 看我把你修復喔 世傑有老公跟女兒了 不要這樣... 一個過來... 一個過來... 這個很燙... 這個很燙... 來啦 人家有老公跟女兒了 不要過去 原來是別人養的啊 不要用養的一隻蟲蟲蟲蟲蟲 沒有提到 我好像真的潑過來了 對啊 很危險啊 好... 你可不可以仔細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一次環島的旅程 你印象最深刻 最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是蘭嶼 好漂亮 風光明明 還有好多飛魚耶 單車環島怎麼可能到蘭嶼 跨海怎麼跨 你忘了 我有噴火龍嗎 要把噴火龍帶我去蘭嶼吧 看啦 給我回來 好奇差啦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把你褲子弄吃了 很燙啊 這個很燙 我被燙過耶 不是 今天是冷水 今天是冷水 OK 今天你們最喜歡哪一組 最喜歡哪一組 說實在 我喜歡大愷跟阿菲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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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呢 我也是喜歡大愷跟阿菲 真的假的 你們想把地方三組逼死啊 沒有 我喜歡那一組 他們有表演嗎 有喔... 有喔 很不一樣的劇本耶 真的很新穎耶 很龜大腸的劇本就是 他們很堅持其中幾個筆電 然後一直在那邊繞去 對 很燙啊 這個很燙 我被燙過耶 不是 今天是冷水 今天冷水 冷水 OK 就沒有打算要打斷他們的表演 因為我怕他們那個臉不起來 是... 可是... 好像很文學 我覺得 文學嗎 文學 就是當中有一些樂趣是在於那種 偏執狂的一直在... 像這個本 因為我覺得我跟無尊搭起來有個反差 就是我是很理性的那種類型 無尊就是比較瘋狂的類型 這也是我一開始找他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在劇本裡面能夠把這個 瘋狂跟理性的反差呈現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會跟別人有不太一樣 浩子覺得這個劇本可以 其實我滿喜歡他的劇本的 其實確實滿新穎的 但是就是 我會跟不上他的節奏 聽得有點累 吃力 因為你老了 沒有啦 因為我們是坐在後面 所以會聽得比較辛苦啦 我以為... 留一點時間給人家笑話 因為無尊... 因為無尊的講話方式 好像有點特別 會痴字還是... 你好像會含在嘴巴裡這樣 對... 對 真的是我 因為我之前在那個 燜鍋表演的時候 常被他們說這一點 就是像什麼崇哥啊 鍋哥 台哥就說 有時候講話太含糊了 他們就叫我回去練那個報紙 就是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這樣捏 可是我現在其實有好一些 不需要練嘛 我有練... 我現在有好一些的 以前更糊 很不錯的腳本 可是可能表演上面 像他們講的 要給觀眾一點消化的時間吧 是 太快... 對 如果我們在那個 一般那種可能地下室 或者餐廳表演的時候 底下的朋友笑 我們就會停下來 甚至可能跟他們互動 等他一下 所以你現在是說 外面都不笑就對了 不是...外面有笑... 對... 距離比較遠一點對不對 有 滿可愛的 好 請坐 謝謝 謝謝 脈腳長起 我們最近有簽名會啊 嗨... 有... 其實我們的這個見面會 在6月7號跟8號 6月7號在台北呢 是一個迷你演唱會 讀迷你 兩個人 他其實就是在西門町的這個 河岸留言裡面 然後6月8號在高雄跟台中 這樣 所以迷你演唱會是只唱歌 還是也有表演 會有表演在裡面 OK 對 對 第一次有像這樣子的一個場地 跟一個時間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 所以去人可以跟你們合照嗎 合照可以喔 那要買我們唱片才可以喔 唱片就是入場券喔 好 了解喔 OK喔 好 然後今天你們最喜歡哪一組 最喜歡哪一組 說實在 我喜歡大愷跟阿菲這個 真的耶 好棒喔 S呢 我也是喜歡大愷跟阿菲耶 真的假的 你們想把另外三組逼死啊 可是因為那是有一點點 但是說真的 他們的節奏我最喜歡的 對 是喔 他那個節奏真的很棒 而且劇情就大家很接受 大家很好...覺得很好笑 大了解 謝謝 真的 沒有人喜歡那一組嗎 他們有表演嗎 有表演嗎 開始有耶 好 你們要加油喔 好 我們會再來的 好 你們下次再來玩 謝謝 謝謝